在安徽省博物馆文物科研技术保护中心青铜器修复室里 修复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和亟待修复的青铜器 10月22日 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修复记忆传承人进棚 像往常一样忙碌着 他正在小心翼翼地为一尊青铜器佛像进行扩凶手术 这一件是受限博物馆的十八罗汉其中之一 这一件已经破损了我们就是采用的就是增压法 这个几个这个F钱呢就是把这个十八罗汉钱把它固定在桌面上面 然后这里面呢就使用了那个千斤铃 然后进行实行增压 这个已经是增压了已经快一个月了 这个不一次性已经像一次性把它复原 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天增压一点明天增压一点 直到最后把这个整个这个凹凸的地方给它顶起来 然后再进行焊接 打磨 做就 然后到最后恢复它的原貌 据介绍 由于出土的青铜器大多年代久远 有着十铜九破的特点 即便是最普通的青铜器修复 也要经过清洗 拼对 制模 焊接 整形 做就等十几道工序 是一个繁琴 而精细的工作 青铜器修复这个它包括的这个种类就多了 木工 翻砂工 钳工 焊接工 还有包括美术 战客 翻砂铸造 整形等等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青铜器做就 要跟这个原物保持一致 要做就如就 据晋鹏介绍 目前青铜器修复工作面临文物多 人才少的境地 因其具有工作要求高 学艺周期长等特点 更是让本就人数不多的青铜器修复队伍雪上加霜 在这个青铜器修复来讲 不光在这个安徽省 在全国来讲 青铜器修复这一块 人人才也不是很多 所以像我们做师傅来讲 就是想多培养一些青铜器修复大师 修复技师 陈贝托是一位90后青铜器修复师 大学期间学习体育专业的他 机缘巧合地进入了青铜器修复这个行业 在他看来 青铜器修复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是对性格的一个磨练 这个其实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慢慢地接触到这个行业以后 才有青铜器修复嘛 这个以前做体育都是性格比较外向 闲不住的那种状态 但是接触到这个行业以后慢慢 不但能学到技术 还能就是陶冶情操吧可以这么讲 自己的性格慢慢地通过修复以后也会改变 陈贝托入行两年 让他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 他喜欢那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更喜欢看着那些自己双手治愈的青铜器病人 完好如初的样子 接触着一个青铜器 确实像很多人感觉到的就是枯燥无味 天天守着这些破红烂铁 但是修了时间长 过了那个时间段以后 等自己真正地上手了 把一件破损的文物能把它修完全修好 这那种成就感是比做其他事情 要更幸福的感觉 如今 晋鹏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 已有40个年头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退休之前 尽最大的努力 多抢救一些青铜器文物 多带一些徒弟 让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青铜器 焕发新荣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